杨明哥您稍微帮我讲一下 今天可能预期会蛮高 那当然还是要以指挥中心的数字为准 不过会超越在昨天 一天比一天高 昨天已经创了三个数字了嘛 三个记录了 今天还要持续再往上 那当然您看到又开始陷入像这样子 去年大家看到这样的图 其实都挺害怕的 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南投可能还没有沦陷 很多人说是净土 那今天的消息不太确定 那不过刚刚有听到越来越多消息进来 包含是立法院也有立委的助理 有确诊的情形出现 那但是我们的苏院长 还有我们的小英总统 还是不断在喊说千万 要借圣诞不要恐惧 甚至我们又再度为世界示范了一次 什么叫做新台湾模式 新台湾模式 杨明哥可以帮我们稍微解析一下吗 我不懂什么叫新台湾模式 不是这是一个空话 那简单讲就是 其实在Omicron 台湾能够守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 到底要我们该往哪里走 要讲清楚 因为大家不是怕疫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不用去特别强调什么 什么Omicron的疫情 什么99.78%都是新症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但重点是我被 我一旦确诊 我还是要隔离 我要被收支在 现在他们讲这个叫加强版的 集中检疫所 或是加强版的这个防疫旅馆 重点是会造成人民的生活不变 所以民众恐惧的不是得病 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病毒没有那么严重了 但是他怕的是现在会要隔离 好我一旦隔离我的人生 可能就有一段空白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本来已经设定好 比如要去哪边处理什么事情 通通都要中断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电台主持节目 那上个礼拜五 原本有一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 他还没确诊 他不是确诊 他是跟确诊者接触 所以他就要 被匡列 要做这个所谓的匡列自主隔离 对然后我就要去代班 那你就很明显的知道说 病毒已经开始进入社区了 应该有很多的朋友 这几天都在 好像谁谁谁 有跟这个确诊者接触或怎么样 开始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讯息 因为很明显 你看这几天其实病例是往上升 你知道我昨天 我昨天是真的梦到 梦到一个疫情爆发的景象 是真的做梦 真的做梦 所以我早上我在脸书记说梦到疫情大爆发 结果所有人问我说几例几例 没有没有我真的不知道几例 但是后来中午的时候有人 因为有人看到我那一句他就说 跟你大家讲了 说比昨天多而且超过180 对那是本土啦就本土病例啦 那超过180例 那我想而且今天又讲了嘛 比昨天的这个分布更广 因为今天好像台湾本岛只剩下 这个南投县没有病例而已 所以也就表示在 全国各县市都有病例的状况下 接下来你还要再去做这个清零 我觉得不切实际了 因为现在最关键就是隐形传播链太多 你隐形传播链多到你没有办法去用足迹来去寻找源头 再去把它清零 那还查不查呢 疫调还查不查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不要花费这么大的人力资源 去做这件事情 还是你干脆 好 如果其实 其实昨天这个陈时中部长他讲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到 轻症者就到或无症状就到 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 或是加强版防御医管 某种程度就已经是在 为所谓为与病毒共存进行 在铺陈了啦 对那只是说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欧美瑞典等等 他们是根本连隔离都不隔离了 就我已经不跟你玩 这个所谓的病毒 连每天有几例都不重要了 他们已经完全排除掉所有的防疫 因为他就认为 现在的病毒就跟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已经是接近了 他就不玩所谓的防疫游戏 他就回归一般生活 那今天其实苏贞昌院长也好 蔡英文总统也好 他们讲这个所谓新台湾末世的 我相信啦 这个纯粹是因为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新的 还没有进入到与病毒共存 跟清零之间 他要先 先可能要慢慢放宽 放宽 这个校正回归这种都是一个空词 对对对根本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就是 如果疫情一旦来临 我们是挡不住的 挡不住但是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如果他的 轻症的无症状的比例增加的话 那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了 就是说得 确诊不恐怖 那大家慢慢的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呢 再往 再朝向下一波就是所谓的与病毒共存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 但是 这不是什么防疫的什么成果 什么 因为说穿了 有人讲说什么柯文哲预言 四月会大爆发有没有啊 好准啊 你看疫情果然又来了 没有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为什么 这多急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外国籍的 这个旅客的方面的隔离措施 是把它放宽了 那越来越 而且最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大量开放移工进来了 那你会发现最近这一波 大量的确诊者来自哪边 来自越南 那越南其实是一个已经就是 某种程度就叫做与病毒共存的状态了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些影片 他们越南基本上就是 你确诊你就在家 你就在家 然后呢 他们会给你吃药什么什么 然后好了就回去上班 就已经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 在占用什么医疗资源的这个部分 因为大部分也都是轻症 那所以如果今天越南 他们比我们更早一点 接受到这个所谓疫情爆发的状态 那其实大家很多国家慢慢发现说 这一个Omicron它并没有 即便有即便后面最近都还发现 还有一些新的变种 但是都没有发现有所谓致命的 就是说它的那个重症率 都没有那么高的状态下 所以很多国家就慢慢的 哎我就开放 我就慢慢的来跟你玩 就是说啊 不要再追求清零了 因为经济的成果我们不能牺牲 所以大家都不要太担心 这一波的疫情 是 就是说它一定会来 但是呢 来了我们就面对它 嗯 那个那个正言法师的这个名言哦 面对它哎解决它哎什么对不对 就是放下它 对最后就会放下它了 所以所以我们都不要太担心 但是我觉得政府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你不要 你不要你要告诉人民说哎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 你不要只会说啊 我们要什么做好实名制 然后什么勤洗手然后戴口罩 永远 而且这些都有用啊 都有用 都有它一定 我觉得你举的还算是蛮有用的 你觉得小英这种话才叫做很害怕 要不要要戒胜 但不要恐惧 哎其实老实说 很玄哎 这就是所谓的心理 你你 他现在可能是要跟这个 哲雷斯基 对学习哦 就是所谓的心理作战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说 病毒我们看不到嘛 所以很我们也 我们防疫也防了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 所有人民哦 比这个 我们的政府更懂了 我们讲现在你问说哎 现在要怎么防疫 大家都可以讲 讲注意到防疫的这个心得 然后呢 我最近其实看了 看了一个这个 这个一些外国人 在台湾的外国人哦 他们也拍了一些影片 去讲台湾的防疫哦 他们觉得台湾不可思议 就是说 我们政府有那么多的强制性的 比如说要把你隔离 把你这个强制你要打疫苗 比如说你没有打三剂疫苗 你不能去哪里 这些措施 让这些外国的 那个应该是一个加拿大人 他说他不可思议 他说台湾居然没有人抗争 他说这个台湾的公共卫生的 是远高于人权 为了符合全人民的利益 然后呢是远高于这个个人 个人的利益 但他自己他自己就说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他觉得 我想要干嘛 我可以自己决定 不过那跟民族性也是有点关系 没错没错 就比方说比方说 如果今天他讲的 他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 没有打满几记 就不可以去那个八大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就说如果今天 是店家自己设定说 我就是要 你来这边的顾客 就是要打三级 我才让你进来 他说可以 这是你店家自己决定 但不应该是政府要求店家做 这样的决定 他认为这样政府的权力就过大 当然这个是 外国人的说法 那我们台湾老实说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一直都很配合 所谓的防疫措施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长一段时间来 我们的防疫可以成绩可以算是全球前几名的主要原因 就大家是把这个所谓的防疫的大我 放在我们这个所谓个人小我之上 所以我相信这一波其实大家都不用恐惧继续就这样 其实真的确诊 我觉得很多人开始会觉得确诊真的没什么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要不要去修改这个所谓的每天的这个隔离 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在家隔离 就是慢慢的我觉得大家要把这个生活习惯 因为你看嘛比如说今天侯友仪市长他又把几个学校停课也好 或是说关闭这个跨校活动等等要 这其实都是所谓过去传统清零的模式 那我们需不需要继续做这些模式 因为很多的家长来讲他们担心的就是我小孩停课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花时间陪小孩 我怕我小孩没有办法上课的时候谁来照顾 这个后续的才是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所谓的隔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所有政府机关就是把我们如果今天要迈向 我们不要再走清零了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个相关的SOP要把它用出来 你不要讲空话 新台湾模式是空话 讲出一个大家可以遵循的方针 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先感谢在开始之前我们何仙仙有两次的斗内 然后跟大家说一声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也感谢阿利布达的斗内 而何仙仙也说我对应身体有点状况 请大家体谅非常感谢您的斗内 跟大家帮我开诚布公一下 我要问一下盛梅姐 新台湾模式这件事情 那你当然就要做到跟香港模式不太一样 因为像柯文哲他就很担心了 他说如果今天你就是把这个名字给他定出来 叫做新台湾模式 但是呢你好香港是怎么样 香港是因为他战略上是想要与病毒共存 但战术上又是想清零嘛 然后最后就是搞得四不像 然后疫情就爆了嘛 为什么要叫新台湾模式呢 这就是表示民进党政府他根本也放不下 那为什么要提到新台湾 大家好熟悉这个字也 我过去其实在这个节目中常常提到 民进党呢从他身为在野党到他全面的执政 他的神主牌是什么 就是那两个字台湾啊 选举的时候台湾人民要当家做主 对 因为你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湾人民永远不能做主 那现在也是啊到他说不清楚的时候 他就把台湾给扛出来 所以懂了吧 各位他只要一再喊台湾人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这当中有鬼 好这样想就对了 对就是见鬼 为什么这样说 不论全世界各个国家 现在真的已经走到了后疫情时代了 的确慢慢慢慢 大家面对疫情的生活也要有一些调整了 大家都知道嘛 这应该不需要大家教育 其实民众心里都一巴尺了 那你这个时候苏贞昌你喊一个 所谓的新台湾模式 好他给你几句 正常生活 然后积极防疫 不是废话嘛 谁不是在正常生活 那谁不是在积极防疫 那我问各位哦 你身为一个堂堂的隔魁 新台湾模式 你就给我这八个字 好正常生活啊 有一位阿嬷 他跟这个确诊者呢 这个足迹重叠 那按规定应该要匡列 对不对 刚已经讲要匡列 好了 那按所有的正常程序呢 你要做采检 采检呢 第一步 因为快筛的部分 它是采音 但是要做PCR 那PCR中间有一个时间空档 来咯 阿嬷说要正常生活 对不对 你们说要正常生活 所以 他的全家人呢 都计划去阿里山旅游 那这个不能改变 所以呢 坐高铁从台北到嘉义 嘉义之后坐计程车 然后一路就这样 连小火车都坐了 坐到阿里山之后 那所有的这个 可以去玩的这个景点 玩过之后呢 到产品吃了饭 之后下榻了旅馆 然后一觉起来 通知确诊了 那就是正常生活 不能怪这些民众 我必须要讲 是政府为什么说不清楚 还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到底要清零还是共存 每个人都在问你 连柯文哲都在问你 柯文哲都说得很清楚说 其实你讲这个新台湾模式 你背后到底想讲什么 你赶快讲好不好 柯文哲是不是这个意思 民众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到底要 比什么样 你就赶快说清楚吧 你觉得台湾民众有这么傻吗 你就用一个口号 就可以呼隆大家吗 正常生活 现在谁不是在正常生活 该赚钱的该赚钱 对不对 该出去玩还是再出去玩 这几天廉价 还是很多人会去旅游景点 不是吗 你说要那个积极防疫 你觉得台湾民众 不够积极防疫吗 跟全世界各国比起来 台湾民众到现在为止 积极防疫 应该不是第一也第二了吧 是不是 那你说这不就是废话吗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 所以你后面的说不清楚啊 陈时中说不放弃清零 对不对 那苏贞昌说不追求清零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台湾民众真的很宽容 不放弃不追求很佛系 我觉得你们说这些 这种很空洞的这种标题啊 就是把民众当白痴 你是当我们都不懂嘛 是不是 你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台湾民众呢 很乖的该去打疫苗 都打疫苗 大部分人其实都已经打第三届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接种疫苗之类的 那遵照政府说要做什么 我们都做 那你现在所谓的新台湾模式 我刚刚提到 因为民进党通常是这样 他遇到有危机 遇到有恐惧 遇到说不清楚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台湾搬出来 就告诉你说 现在哦 就是新台湾模式 你就照这个模式 但你又说不清楚的时候 你不要问了啦 就是这样 那到底怎样 你也说不清楚 要清零 没有 要共存好像也没有 是疫情吗 也没有 那柯文哲都把香港模式提出来 问你了嘛 把香港模式提出来 各位 然后民众也知道香港的状况 那你政府还是说不清楚 说穿了 为什么说不清楚 我必须讲 执政党拥有这么多的公卫专家 他不会说不清楚 他是因为他不想说清楚 为什么呢 各位 这两年 这两年的疫情 大家都很辛苦了 可是有些人呢 他眷恋那个舞台 例如那个想要去选举的那个人 没有这个舞台之后 你知道多空虚啊 是不是 我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大家心里的OS讲出来 所以有些事情 说的那么清楚做什么 我每天都来解释一下 新台湾模式的话 我每天都给你一个口号 给你一个梦 有希望就很美啊 是不是 你生活还是很辛苦啊 是不是 所以对民众来说 所谓的所谓的新台湾模式 或新台湾生活 新台湾之光之类的 其实意义不大 嗯 他真正凸显的就是 你民进党政府 我永远是用这套 说不清楚 又很空洞的东西 说哪一天 就是去欺骗大家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把握 到底是要清零 还是要共存 对 连专家都在质问你的时候 你还在用口号去堂塞大家 可是面对每一天各位 你可以堂塞 这两年你可以用很多种 总口号来堂塞 可是各位我告诉各位 数字能堂塞吗 每一个数字 代表了很多很多人被狂裂 刚杨明提到 其实现在情况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 大家打了疫苗了 所以不会有重症 很多人基本上是 没有症状的比较多 没错 可是我现在问各位 只要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中了 他是阳性 其他人要被狂裂 大家害怕的不是重症的问题 是你被狂裂之后 政府公布了你家是 几弄几号 对 现在公布越来越细了 是这个政府 没有办法让你信任 所以新台湾模式 就是说 他活在一种说不清楚的状态 那你活在一种 就是不明不白的状态 水层生成机 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 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层 一瓶电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层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障害环境的 一年使用200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 下单购买